上次就花了一些时间讲解 这个几数就是一个机器的比喻 这次就开始正式讲 将数学引入这套比喻里面 数学家就不会经常画 像之前那一版的Machine的图 他就会用很简单的方法 现在在画一个圈 这个圈就是Domain 然后再画另一个圈 就画这个就是直域 你放任何一个数字下去 X 放X 出来就会变成F 然后他就会画这里有一个点 这个点呢 经过一个运算 即是机器运算 那机器运算呢 他的图就会省略了 那么 有一点 就是X的其中一个值 你当它是3、4、5 什么都好 那么 运算完之后呢 结果就出到这里了 那么就会这样画的 那么 数学上面如何表达 上次讲过的 例如那三部机器呢 那么它很简单 很简单 就像这里也写过一次 那它就会这样说的 F X 然后等于 它那一条式 那一条式呢 那一条式呢 就是我们上次讲的 在机器上面 那一条式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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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第二条呢 那一条式呢 原本我们都会用开 Stick 会用F 这个字母的 那但是有时候 为了 在同一版的数学里面 就免得混淆 究竟你说的是哪一部机器呢 那所以 一般都会换个第二个字母 F 那就换一个 用G 第二条我们讲了 是绝对值X 然后第三条呢 那一路去啦 我们会有H 了 第三条我们是 跟好X的 那附带多一个条件 就是 这个数出来呢 这个数出来就是HX本身 那它需要呢 大个或者低于0 就是这样啦 那对于这三部机器 就是上一堂讲过的三部机器 那我们是可以拼一些数字下去 那这个数字这个位呢 就是这个input啦 那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写的 那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写的 如果我们有 F 2 按吧 那它等于多少呢 那那一部机器一output就output 一扔就扔回答案给我们了 那它其实中间的运算过程呢 就是 就是 将这个2 代入到这里啦 哦 那原来 这个X就等于这个X 那就是 出到来的那条运算式呢 就是2加1啦 那它就等于2加1啦 那就等于3的 OK 然后呢 然后呢 例如 我们这次全都丢了2 看一看 先 把这个东西丢到这里呢 那很简单啦 就等于 绝对值2啦 那 出到来的答案 当然 就是等于2啦 再下一条 H的这一条呢 2呢 等于 跟好2 那就是这样啦 它是因为要正数嘛 正跟好2 那就是这样啦 那这个呢 就是 复回上一堂讲过的函数 的数学表达方法 那你见到 在 一个 很 普通的数学书上面呢 那它就不会有上一次画的机器的那个图的 那它就会有这一堆东西 就告诉你 啊这一堆就是函数啦 哦 讲完 那这次讲的呢 就是叫复合函数啦 复合函数是什么来的呢 那就是告诉你 一个函数是可以扔住第二个函数的 举个例子 就用回 上次讲的那三条 就是这样啦 很快地讲回上次那三条呢 就是 F X 我们有X加1 G X 我们有绝对值X H X 呢 我们就有跟好X了 再加一个条件先 那有了这三条件之后呢 你会见到有一些数呢 它会特别奇怪的哦 那它呢 就会有这样的形式表达出来的 那它呢 啦 F 3 这样讲啦 那其实 那这些是什么来的呢 那它就讲的 最开始呢 最开始呢 最开始啊 我们由最外面读起来 那我们就会读到一个G先啦 G 然后那它里面有一个input 那这个input是什么来的呢 我们现在未知的 那这个input呢 哦 原来是另外一个凡数来的哦 这个凡数是什么呢 是F 那呢 那我们又看了 F 那F这个凡数里面 咦 我们又有第二个input 那究竟它今次输入的下去是什么呢 哦 原来是3 那所以呢 我们 就会有这个F X 对啦 那今次将这个3呢 代入到这个F 那我们就有3 加1 就这样写的 G啦 然后我们 去运算这个F3出来 那F3呢 也就是 也就是什么呀 3 加1 那这一块呢 运算完之后呢 我们再将它作为 新的 G 这一条function的input 那input了下去之后 会变成什么呢 这个3加1 就是4啦 对不对 那input了之后呢 我们就会有 这个是 G 这条function 就是说 把任何放进去的东西 绝对值化嘛 那就绝对值了 所以它最终的答案呢 读出来就是等于4啦 那来多一条 上面就说了一个GF3啦 那如果我们有一条是H F3的话 那又会怎样呢 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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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们一开始就做了最里面的那个先的 最里面的那个呢 ただ 就是这一条 f3 所以呢 它就会等于H 里面是什么呢 之前的F3 就是4啦 那 而 另一条Anters 呢 它就是把你input наверто 进去这个 开始一个apan 所以我们就会有 解чик 记着要取它正次方的数 那我们开完这个4,拿一个正数的答案,那就是正2了 那就是这样的,那这次复合函数呢? 它就是说,将一条function得出来的output 作为另外一条function的input 那就是这样,甚至可以是同一条function 例如,你会看到有f3这样 那这些呢,都会整天出现的 那有一些呢,有一些,例如 数学书,它会比较懒的 那看到两个app在一起,那它会直接写f3 那就不需要写那么多个开枯和山枯 那它其实代表的呢,就是代表着这一样东西 一个function,那它其实是包着另一个function的 那就是这样啦